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Ayou 阿游 那阿游今天要吃的是 超级炒的鲜鱼 我们的大鲜鱼登场啦 现在我们把它剪开 哇塞 它超级油腻的 这是鲜鱼炒饭 先把这个里面汁水倒到这里面来 接下去 我们小刀把它切开 我们把它撒上肥牛 这里撒上鸡蛋 大功告成啦 最后给自己加个大鸡腿 可乐饼 好啦 那阿游先开饭去咯 然后它有两层 它这盒子这样子 底下就是裙带丝 蛋液肥牛还有可乐饼 可乐饼 可乐饼是阿游赏自己的大鸡腿 这个是 自己在家用的那种很小的烤箱 因为它这个鲜鱼啊 有点冷掉了 超级诱人 好啦 那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就先开吃哟 你们阿喜欢吃鲜鱼啊 先吃一口 但是鲜鱼吃多了 它是会有一丢丢腻的 底下那个鲜鱼炒饭 我加了一点泡菜 哇塞 好吃到爆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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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用勺子呢 是因为 它这个碰到那种声音 会那个 但是我用勺子 我怎么到现在都没买呢 唉呦 前几天去那个摘草莓了 现在是吃草莓好季节啊 嗯 但是我们这个摘草莓 我开到亲谱去了 我很羡慕别人那种房子 一出来就是草莓啊 各种各样的那个蔬菜啊 绿色植物 嗯 在上海你想实现 这样的梦想 我跟你们说 做梦 我是说在市区哦 在郊区可能还是可以的 市区太鬼了 这是不是很像那种 日式便当的感觉 但是 哇 嗯 这种东西 我總覺得今天這個光好像 显得我很胖 可樂餅 雖然我一直都覺得可樂餅它沒有可樂味 但它裡面這種泥汁的感覺很像那個 肯德基以前8塊錢的田園蔬菜寶 不是田園什麼寶 反正只要8塊錢 現在這個已經不賣了 你們家這個上海這個天啊 又燜又潮又濕又熱 已經到那種可以開空調的季節了 看到這種紋路我就想到一個就是我前年吃一個 說的不好聽一點只開個玩笑 吃一隻烏龜王八蛋 老鞭你知道嗎 那個老鞭吃的我真的是整個就口香溃揚 也沒整個就發了很多個 服了 我以後再也不吃那麼多鞭 那個鞭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裙鞭 有種後製魚皮的感覺很好吃 有種後製魚皮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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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在呼唤我 我吃你 好吧 这应该不是胶的味道 它应该是底下炭火的原因 尝尝看味道 加热碗粥 刚刚那个吃的时候其实已经冷掉了 你们看它这个肉 好肥呀 非常肥美 就吃到后面有一点点腻 这时候我就很想结个酸 结解腻 乃贵你醒了 不能吃不能吃 乖乖乖 你们看乃贵的鼻子被别人咬了一口 心疼 不能吃 可是"; 四尾 真香 哦 嗯 啦 肚子 咗 胶 宜得 被别人欺负了是不是 好了 那阿游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 不要买那么长了 太腻了 大家拜拜